哈喽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从高一到现在的那个笔记的视频 可能笔记本不是特别全,因为有的已经给人了 然后有的可能还塞在书柜里我找不到 那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我手边有的笔记本 从高一的开始看起 哇,这怎么这么多东西啊 这是我在第一页做的一个小袋子 然后高一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把那种妇科类的笔记 就像生物物理化学什么都记在一本上面的,还有地理 然后记了没多久后来就还是选择要分开记了 就刚开始年少不懂事还特别喜欢在笔记上装饰 就是各种各样的装饰嘛 后来就 我还特别喜欢在那个笔记上画那种图 那种示意图我还挺喜欢画的 哇,这个好认真啊 但是好像当我最后等级考都没有完完全弄懂这一块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等级考是怎么考的 啊,当时这个招待是人家给了我分装 然后我觉得特别的配 像觉得翻翻笔记就仿佛是财富 啊,这个是我特别特别骄傲的 然后给你们看个全景 就是在一次其中考试的时候 然后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 特别的骄傲 这个应该都是我高一上学期时候的一些笔记 啊,这个手就是被我画残了的 真的画残啊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地理课的笔记还挺多的 这也是我做的一个小机关吧算是 就是当时我背板块 然后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图 然后这个就是第一本啊 我现在觉得这个字好丑啊 就是这种图我特别喜欢画 这是生物的 包括部分几个 lira 现在我当时很兑的 但是我里面上的试图是很累 我 ile我让你去买了 他还有一些大堆的东西 我手里面上的一个小工具 因为他从事完整就会了 这个是没有写完的 就我高一特别爱学信息 想起化学就很怀念 我本来打算是要选化学的 结果在高二快结束的时候就放弃了化学 这些当初同学说我画这个图太酷了 这个图超酷的有没有 可是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而且我也没有选地理 我就觉得我一直都挺爱写笔记的 然后没想到高中过去两年我已经写了这么多了 看下一本 然后下一本是英语的 是我某一个学期的 我就是第一学期的 这个是高开神记在了活跃纸上的 后来就搬在了这个上面 我英语课英语不太好 然后英语当时一直信奉的就是不管我会不会先记下来再说 大不了就是回去再看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稍微懂一点点配色的感觉了 就是页面的颜色尽量的少一些吧 然后没了 然后没了 再看 我可以做到一碟的